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说说你怎么做带头大哥的吗 因为朋友圈里面每个人的看法和观点不一样 而我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 就是说我不会刻意地去评价 哪个人的观点是正确的 哪个人的观点是错误的 我会就是结合一下大家的意见 就是把大家记录在一起 大家就觉得我说的话可能比较中肯吧 然后都觉得一个退一步 然后就说那就做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出来 然后大家就这么行事去走 做带头大哥除了要一碗水端平 要理性之外 你认为还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你是有的 我觉得持家这方面应该算吧 带头大哥还要持家 你成家了吗 没有没有 你说持家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在家里面总有一个人 要当这个领头的作用 然后在我们朋友里面 我就会像他们 就是在家里面能体会到那种东西 我就能让他们从我身上 能感受到这个 感受到温暖 对 你在哪一方面 你怎么持家呀 持家我认为的 就是能够满足像家里的 衣食住行这一块 做家务啊 做饭啊 都你做吗 对 我如果说做饭的话 我应该说我比较有发言 好激动啊 因为 就像一开始我说的一样吧 我对吃真的 有自己比较独特的见见 我特别爱做 因为我是一个吃货嘛 特别特别喜欢做的东西 所以我的朋友也 特别特别喜欢 喜欢吃我 做给他们吃的东西 就是你还具备一个特点 就是作为带头大哥 你有亲和力 你在企业里面 你做过总经理助理 你做过分区负责人嘛 后面是自主创业嘛 对 那你在工作当中做领导 也是这种风格吗 如果对上级的话 还是 本本分分的吧 那你最多管过多少人吗 没管过多少人 大概多少 做分区负责人的时候 管过多少 你也知道的嘛 做有些分区负责人 就是一个名头 名头 实际一个人都不管 就管我自己嘛 好 那做总经理助理的时候 管多少人 二十几个吧 有年纪比你大的吗 有 那怎么管 把他们当姐姐一样看 然后他们帮我当儿子一样看 你刚才所说的 你的这些情商 与人相处的能力 够一起 会做饭 会吃家 跟你的成长家庭 环境有关系吗 有有有有 你家庭 说说你的家庭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原来是一个工人 然后国有制企业改革 然后下岗了 然后跑三人 妈妈呢 妈妈 现在应该是没工作 原来身体还行的时候 做过那个宿舍阿姨 所以你挣钱的压力很大 有一点大 有一点大 不能说太大吧 因为不能把自己给吓到 你要求薪资多少 因为出来贵宝地嘛 不敢要求太高 五千加吧 我告诉你 虽然你有 但我不讨厌 对 是的 我也是这样 但是你也别太有 五千是吧 没有地域限制 如果可以要求一下地区的话 也想要求一下 在哪里 西兰地区吧 因为现在在搞西部大开放嘛 我觉得以后 像在座的企业家这么优秀 我觉得他们以后会把企业往那方面去发展 如果我有这么一个机会 去和某个企业家达成共识 然后他在那个地方有发展 万一我在那里干脆一点建树来 还可以带动我的朋友跟着来干一下 整 对 好 你面试的是销售者 也没啥 太特成的技能了 也只能做销售了 那你做过的最好成绩是什么 就算卖酒吧 一个星期卖了四十几万的单吧 这是个什么概念 对同级别的其他人平均多少 他们平均也就七八万吧 反正我一个人能能抵一个团队 讲讲秘诀 秘诀 别别别讲秘诀 卖一个 就非你莫属牌白酒 卖给我 我是超市老板 叔叔你好 出去 哪有叔叔啊 大哥 怎么了 我看着你的店里面生意不错呀 还可以吧 然后那啥就是我手里面有点酒 就是想请你给我推销一下 什么牌子 那个芬里木所牌的 没听过啊 没听过不重要 好喝吗 我可以倒一点跟你商一下 我们闻一闻就可以了 我知道像你们这种 那个肯定是在乎利润这个问题的 然后我也是刚刚出来的大学生 也没啥太多的经验 然后我就希望你帮一下忙 然后这酒吧 你先卖着 你这样好不好 我这里这么多酒 我也不愁卖 很多酒都是放这 卖了再结款 你要是想进来 肯定得跟别人有点不一样 是啊 你先给我两箱喝怎么样 酒可能给不了你两箱喝 但是我可以来做两个菜给你吃吃 你做菜给我吃 你到底是卖酒的还是厨子 这不影响啊 买卖不成仁义在嘛 来你店里帮帮忙打打杂活 然后你看嘛 你饮料下来了 我给你搬搬 然后这个酒有客人来了 他如果不买这个 我给你推销其他的出去 反正我就是大概的意思 让你看到我对你的诚意 就我还真没法拒绝 真是挺好的 真的是 没错我给你两道菜 他这套在三四线城市特吃的开的 他那个样子就就 很老实了都这样变成 人家可怜巴巴的样子 对不是 我还给我做菜吃 对还帮你搬东西 对特靠谱 还叫我叔叔 对啊 可是我想说啊 你的销售水平其实是不行的 这小技巧之外 你愿意做市场吗 你让我们在贵州 其实有大片区的市场开发 因为我没做过 为什么我应聘销售的原因 就是我学的是酒店管理大端 然后本科学的是行政管理 我没做过这其他方面的工作 我怕我上来说我应聘市场专员 然后你叫我说这些东西 我说不出来 然后 没有没有 我们是培训的 其实就是到学校的门口 你站好 商场啊 你如果从今天开始不卖酒 你要卖他们的东西 你站好 把西装扣子给我扣好 然后我接下来说话 不要老 不要老这样站直了 好不好 你可以吗 可以我就留灯了 可以啊 如果你给我这个机会的话 我可以尝试一下 还一会儿详细聊啊 来第一轮选择去后来 还有决断 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财 来 我们进入职场行商科场 在智商关系中 是应该以德抱怨 还是以直抱怨 以德抱怨吧 为什么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而我在乎的时候 我怎么看别人 因为一个人看一个别人的这个心态 会从你脸上 会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我觉得你这人特别烦 特别 也看见你 我就脸色就不好看 然后从而也会影响到身边的人 但如果我看你 哪怕你对我有特别大的成见 我天天笑着看着你 然后又不会给你找刺 然后又会做一些 就是说 假如你像我带什么东西 我给你带 这样的话 我觉得处理的生活会比较愉快吧 我觉得你的回答呀 特别江湖 但是不职业 这个问题 如果是以职场当中的回答 我认为应该是以职抱怨 因为职场当中 不能说是兄弟请好 什么都能干 而是要有一定的原则和底线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说我觉得你这种江湖气 特别适合丽浩阳的 因为你们俩臭味相投 但不太适合我们 这个题呢 这句话两句话呢 出自论语 你可能也知道 但是你的回答 符合你耿直的性格 和讲义气的性格 所以通过这道题的回答 我又更加笃定地认为 你真的可以在三四线城市 去做一些靠人际关系 做强推销的工作 就直销的工作 蛮适合你的 未必到大城市里面来 进到这些企业家的公司去 我一直怀疑的一点就是 你的融入度会比较差 刘佳的意思是说 你没必要改了 就以你现在这样的价值观 这样的说话语气 在那生活着 也许这还是一点优点 对 对吧 你来了之后非但改不好 你还改得两不像 对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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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